当某个人的身影一直出现在你的梦境里 可你却完全想不起来 他究竟是谁 直到某天这个人出现在你的眼前 你们共谱了一段美好的恋情 但在一场意外中 他彻底消失在你的生命中 你该怎么做才能够再见到他一面呢 嗨 我是嘉一 不只分享各类电影 更希望提供给大家再多一点的观影感受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想见你 剧情讲述黄雨萱与李子维再次的相遇 这次他们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 彼此都有着一定的成长 可在某次的意外中 李子维离开了黄雨萱 黄雨萱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于是他开始找寻 能够再次见到他的方法 但他没想到的是 一切的改变就从他回到过去 见到李子维的当下开始失控 风靡全球的神剧《想见你》 在经过两年的时间 以《想见你》电影版 重新出现在你我的眼前 嘉一过去没有看过影集 只知道当时很多朋友推荐 电影版正式上映之后 刚好又有家常版的独家片段 于是便决定进夕月感受男女主的美丽 首先来聊剧情吧 黄雨萱从梦中醒来 以为梦中所看见的一切都不是真的 直到眼前李子维出现后 两个人马上陷入爱河 原本他们以为彼此能够向守一生 可在一次的意外里面 他们天人永隔 为了找回怀念的对方 黄雨萱想方设法 终于发现一个方法 那就是透过两人相遇的歌曲 就能够回到当时事发前几天 李子维还活着的时候 当黄雨萱回到过去 他在心中默默的发誓 他一定要守护李子维 这样未来的他们 才不会因此分离 嘉一没有看过《想见你》影集 就首次的接触电影版 不得不说内心感触颇多 两个人的相遇 总是有着许多的缘分 无论是因为一首歌 还是某次的擦肩而过 都是你我 不再是单独的个体 而是令人羡慕的一对情侣 当你习惯有对方的存在 无法想象没有他的一天 可命运总是会对我们 开了一个大玩笑 逼迫我们面对 从未想象过的事实 无论旁人如何安慰自己 灵魂就好像被抽离身体 每天只能漫无目的 游走在彼此都曾经停留过的地方 回忆过往的种种 即便眼前有更好的人出现 在你的心里面 终于注尽了那个她 论谁都无法情意贡献的 Game有着极为烧脑的情节 尤其是女主 灵魂互相交换身体那段 相信有不少观众看得不撒撒 简单来说 就是两个不同时空的女主 同时来到同一个时空 但彼此的灵魂 会刚刚好换到对方的身上 这才会有后续的发展 近期手脑的电影不少 但用在爱情片上还真不常见 即便有些人对电影版有着诸多的批评 但电影不就是这样吗? 总是会有人不喜欢 至少在观影结束之后 能够带着一些东西离开戏院的话 或许也不枉费这电影票了 当然电影也是有BUG存在 就像李子韦和黄雨萱回到过去 电影里明确表示过 他们其中一定会有一个死 一个会活在少了另一半的未来 但是剧情却安排他们 同时出现在同一个过去 这样的设计反倒成为这部电影的大失误 毕竟剧情前头提到的规则 后续却好像忘了一切铺陈 为了要收尾才做出这样的决定 其实蛮可惜的 总结 《想见你》是部可看的电影 电影结尾引人生之外 也会提醒着你我 或许把握每个在一起的时刻 不让人生有所遗憾 一起努力创造美好的回忆 即便未来真的有一天会失去彼此 至少我们认真爱过 对吧 我是嘉一 我们下部影片见